這次要拉繩索 我們現在已經到搖籃3了 現在大概八九點 我們現在在擬定一個企劃 就是要怎麼樣 用比較方便 最短時間的工頂 工頂就下站 不要爬整個 因為整個 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走 那我們現在就照他的囉 照他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 我們從這裡開始往上 然後走到 Ostrak 然後在Kitchen 然後 Cradle Mountain 然後再回來 我們這裡先走 這個 然後再走 Overland 然後Kitchenherz 然後再Cradle Mountain 再回來 Fast Track 再 Leg Leg 好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上去 先在這裡 爬上去 好 那我們出發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身後的風景 我們是爬山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我不確定我可不可以爬完 想要看我沒有爬完了吧 就把影片看到最後就知道了 廢話不多說 去爬山了 天氣很冷 保暖要注意 因為現在大概一兩度 然後湖面都結冰了 這樣 Womberpool 有人二座去把那個L劃掉 超白癡的 變成 Womber大便 才過 大概300公尺吧 大概 嘿嘿 我們來經過 那個路橋 然後看一下我們繼續往左邊走 我們要走 Merry to go 然後要三個小時 一定要來 爬這個山 這邊是太美了 超美的 是Viasi Creator Lake 真的有爬山的感覺 旁邊是有木棧道 然後走的是 鄉間小道 旁邊還有瀑布的流水聲 然後 五十二分 我們大概爬了大概四十分鐘 終點稍微休息拍拍照 然後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小房子 然後這邊就是 一片湖 可是在湖面 已經就是結冰了 那個超美的 就是一片山 然後那個湖面 然後靜止 然後結冰 很酷耶 不確定這個是不是頂 反正 在山上 超美的 預計 可能是這個才是頂 對 我們看一下地圖怎麼走 我們還要走三十分鐘才攻頂 這邊有寫 對 我要再往這邊走 再走三十分鐘才攻頂 三十分鐘 對 這是小風而已 我把他再往裡面走 今天那裡能不能攻頂呢 我們繼續把影片看下去 我們現在才過半個小時 我們坐 GOGO 好 常溫中的繩索的來了 這次要拉繩索 這路沒有一個是 平的 天啊 拉好喔 有點危險 要注意 超危險的 真的要注意 我們繼續往上走 加油 看到嗎 剛剛那個 超可怕的 你要拉繩索 如果拉不好 就是一時俗成千古恨了 對啊 就很累 很值得 一定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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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定要來 上來真的是要小心 因為之後就沒有太明顯的那個 路了 就是這樣的連絲路 你看到嗎 前面那一塊 有點喘 上去 如果這麼大隻人都在那邊爬 你看到什麼藉口不爬山 我們距離還有十分鐘 可以想像一下嗎 我們要走的就是這種路 風景真的很美 一直都在喘氣 看這個多累 第一個風頂到了 超美的 然後呢 我們還要繼續跟著這個柱子走 然後往那個方向走 我們要走到 主峰去 可能是這個吧 可能是他 整條路都是雪 很美 超美的 沒有 差點跌倒 剛才我差點跌倒 剛才是在 走這個 臨死的路 你看到嗎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走的山 好 我走這個 有人踩過的路 好 那我過去 走草地 好過走 結冰 的 的路面 剛講完就踩到了 對 靠著這個紅色的柱子 一直往上爬 這是我們的 目標建築物 這樣就不會走失了 我們即將攻頂啦 好我們現在大概時間大概十一點半左右 然後我們到 Kitchen Hill這邊 然後 還要往前走大概十分鐘 然後我們到 中繼站嗎 不算中繼站 這是快風景 這麼一個小屋 問了一個專業的人 說我們到了現在這個點 叫Kitchen Hut 所以如果你要攻頂的話 我們這個月雨的應該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真的是要上去 他上面有雪 如果我們不是定血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上不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我們走另外一條路線 左切 然後再回去那個Dough Lake 然後下去 然後再從另外一條線 沿路到我們提車的地方 然後再走回去 好 我們出發吧 到了 我們到搖籃山了 如果我們有釘血 就可以繼續往上爬 前面應該有人 這邊應該有人在走 有看到嗎 有沒有登頂 阿五的話就謝謝啦 我們等一下從左邊下去 Go Go 如果你要爬這座山的話 2.5個小時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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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 所以我們要抓這個地方下去 來 第一盒 來 好暈喔 冰水這好甜喔 對阿就喝冰水一樣阿 這水我可以 其他時間不喝水 我等一下從裡面下去 祝我好暈 這個路線就是從這地方 然後沿著那個 這邊的旁路 然後沿著這條線 然後再回到Dolph Lake 然後從這邊 然後再回去原點 然後從裡面做公車回去 好吧 出發 來跟鏡頭說一下 哈囉 這是我爬下來的路 終極了 來了 這個要爬上去 看到紅色的標誌了嗎 好可怕 在半山腰這樣 超可怕的 那我爬上去 那我又不想看 來了 就是很多人 我爬上去 他一陣子 有些天敬 我爬上去 辛苦辛苦超辛苦 有了 其實我們不覺得也爬的上來這裡了 對啊 也算 輕鬆啊 我們到了這個牌子了 然後我們要走那個Fast Track下去 就是我剛剛前面有地圖講到的那個Fast Track 就是這樣引路下去 然後回到Dolph Lake 然後我們就下去那個Carp Park 然後就回城這樣 我們等一下沿著這個紅色的這裡 然後往下走 有看到藍色小屋了嗎 對藍色小屋 然後繼續往 Dolph Lake 這個地方下山 看了腳就腿軟 超可怕的 人生解鎖另外一個成就 把邀蘭山給爬完了 現在不知道說什麼 等下山再來好好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新的感想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 對啊 邀蘭山最著名的就是那個 那個一定要拍 想像一下嗎 想像一下嗎 我們剛剛是從這個山 繞過這個山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 對對對 在這裡 從這個山爬過這個山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爬下來 然後這樣爬下來 我們剛剛有爬到那個頂上面耶 對啊 很扯耶 我們要去藍色小屋 也就是這個住民的景點 然後排完 大家就任務達成 可以準備下山喔 我們去卡爬的位置還有一個半小時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個藍色小屋可以進來 參觀一下這個空洞 不是空洞 他在講一下 歡迎來到藍色小屋 對 這是 Tasman 最有名的地方 幫助女生 看一下地圖 如果我們要去藍色小屋的話 應該是 還有一個小時15分鐘 欸 為什麼有兩個啊 好 那我們是走這個吧 一個小時15分吧 我真的要一下 嗯 走這個就好 嗯 差不多了 我們到底是下山還是爬山啊 好好笑喔 那個 這好恐怕有個水 就是 如果你們要爬的話 一定要確定好竿子在哪裡 在行動 不然會迷失方向 那種竿子很明顯 因為它很長很 很長一根 然後上面不要去紅紅的 就跟著它走就對了 我們現在不是爬山 我們現在是下山 可是 我們一直在爬這種 岩石路 好美喔 對 就是跟著一個紅紅的竿子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 我們剛剛從這山 跨過另外一個山 然後現在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很誇張 人類無極限 挑戰自己 超越自己 太陽太刺眼了 可是你看到嗎 來是值得的 絕對是值得的 Cradle Mountain 轉 Git 可是我們的下山呢 好像是 好像繼續爬山 爬到頂 然後從另外一邊下去 感覺 要確定 剛剛從那邊爬上來 它應該是爬上山頂 那就從你後面下去 對不對 好 GO 知道為什麼叫亞蘭山 叫亞蘭山了嗎 因為它長得像個妖籃這樣 超美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困難的了 男生最高峰 就它了 好 好像很輕鬆耶 我收回 有可能嗎 超可怕的 我不敢看 趴這個單 你小心慢點 你把重量壓在鐵鏈上 兩隻手兩隻手鐵鏈 也是 但是你的條 你的手又抓緊 我就躺了就好了 那也可以 小心最擔心那裡 應該是拍得到啦 你有看到那個鐵欄杆嗎 我剛剛爬下來了 很誇張耶 應該看得到這裡吧 這裡就是我們剛下來的情歌場 然後沿路這樣拔 不太可能吧 Amazing 爬過那個山喔 亞蘭山 然後我們現在就這裡 我們走過了剛剛 忘記了 怎麼了 還在這邊嗎 快不了快不了 我們下面拍吧 對啊 對 所以我們現在3點 下山大概3點半到4點 差不多 完成 我們現在8點 9點開始到4點結束 7個小時 對 我們趕快要拍拍照 我們趕快要拍拍照 然後又要拍拍照 一個小時 對啊 馬上 來繼續走 怎麼樣 要拍照 之後 那些人是怎麼樣從這裡上來的 好難喔 問你一個問題 請問 如果我們從這邊的山沙的地方你會不會想放棄 從這邊上來的話你會不會想放棄 會 肯定放棄 因為我超難的耶 拜託 哈囉 這是爬山耶 真的是爬山 我沒有開玩笑 真的是太難了 走吧 趕快下山 趁太陽還沒下山之前往下走 耶 我們登頂下來了 看到我身上那個座山 嗚呼 我們從那邊下來的 好 我們要結束這個行程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後面還有塔式巨蟹行程 影片看到最後直接按連結繼續看下一步 掰 剛好進來 3點半 3點半 然後走到一個小路巴士 然後回我們原本的卡帕 其實呢 我們就爬了一圈之後 我們就坐那個接駁車 或者那個VC Center 然後看了到這邊來接 然後我們就這邊下站 所以我們請我們朋友來接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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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ecially 謝謝 分享 的